家里的牡丹提长叶子不开花 那造成牡丹不开花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呢这个牡丹春天刚开始发芽的时候 我们就得去芽去叶 丢枝 施肥 这条上面的花芽全部掰掉 弱枝像这样的小的弱枝 矮的这种枝条 全部得剪掉 顶端的叶子太多了 这颗叶子就比较多 叶子最起码要掰掉两番片 去芽去叶去枝 然后施肥 这四点都做到了 牡丹的花蕾肯定是孕育的非常大 而且开花也会比较鲜艳比较大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养护方法 很多南方的朋友养的牡丹都不开花 就是因为南方没有冬天 南方城市很多地方都太温暖了 牡丹要经过低温春化 一个低温的过程经过春天春化以后 才能孕育出花蕾 如果冬天太暖和了 那么牡丹无法进入真正的床面状态 所以无法孕育出花蕾 导致牡丹指掌也不开花 还有的是 这两点这几点都做到了 低温春化也有了 去芽去叶吃肥都做到了 还是没有开花 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根部的问题 秋天我们把牡丹挖出来 检查压根部 有没有黑根坏根的地方 如果有黑根坏根 那就是根腐病 到时候再采取相应的措施 关于这个根腐病 到秋天的时候我们再讲 感谢观看